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到嵌入式C元部分的最后一个内容 常见面试题目的讲解 那么在本章节中我们将带领大家看一些 我们在企业面试或者是笔试中 比较常见的针对C元的一些考核知识点 那么通过这样的知识点的讲解 希望大家对C元的一些设计思想 以及C元的语法再有一步更深一步的理解 那么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题目中也很多 我们这挑出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题型 首先我们先给大家说的第一种题目就是嵌入式C 嵌入式工程师必备的16道题目 应该说这道题目 这16道题目在我们嵌入式工程师面试中 应该说89布里斯应该都有一些题目会命中 所以说大家下来可以好好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网上应该也是比较普通了 比较普通很多网站都有 大家可以在我们百度上搜一下 就搜这个嵌入式 连事10过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文章 那么你随便找一个一篇博客 或一篇文章看一看就可以 这里头关于这篇文章 它基本把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以及该如何回答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 所以大家下来还是要自己看一下 那我们这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些 我们认为跟C元关系比较大的 然后一些比较重要的题目 好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一种题目叫红定义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 第一个题它说是让我们用一个define 这样一个预处理指令 声明一个常数 然后用于表明一年中多少秒 那么这个题目很显然考察的是我们红定义 也就是预处理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预处理我们思考一下 预处理主要是以警号作为我们的核心关键词 然后后面跟一些预处理的关键词 比如include define if else等等 这些都属于我们预处理的关键词 那么define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模型相对而言比较单一 相对而言比较单一 比如说它define后面 它一般来说是跟的是红体 红名 然后红名的后面有一个什么红体 这是它的基本语法 红名、红体和define之间 都有至少一个什么空格或者是table键 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不出来 但是你要明白至少一个空格或多个table键 或多个空格都可以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语法 那么这个题目主要考察有几个点 第一个红名是否是大写 这个我们要注意 我们在c元中的红名的定义中 虽然没有严格的要求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都要用什么 大写字母 大写字母表示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题目中 第一个如果你没有大写字母表示 很显然说明你的工程经验不丰富 就是说你并没有做过一个实际的工程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define 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写 当然标准一点 我们最好写成 second of year 那么就是大写 全部大写就行 好那么这样的话 就说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秒 然后代表什么 这个一年有多少秒的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含义 而且用大写字母 然后虽然在命名规则中 跟那个Java有点不太一样 就说它的每一个语意之间 你最好用下滑线来表示 这个是c的一些命名规则 如果你不喜欢用那种什么驼峰命名 或其他命名也行 但一般来说c用下滑线 把每一个单词之间做一个区分符 是比较常用的 然后这个define完过后 下面就是空格或者table键 这都可以 然后后面跟什么 我们要展开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考察第一个指点 就红名一定要大写 大写 而且尽量的写成什么 见名之意的一些单词 好 然后后面我们看这个多少秒 该如何操作呢 因为我们忽略论年 很显然应该只有365天 然后我们来计算它 红体的实现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有些同学是这样写的 他说反正都知道 应该是这样来写 365天 每天有24个小时 每个小时有3600秒 对不对 这个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做的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一年有多少秒 然后有些同学说 你这样写不好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乘法对我们的CPU来说 不是很优秀 就是说你要让它去计算这个乘法 它很慢 对不对 很慢 所以没办法 那我们自己算 把算完出来的一个结果 放到什么 假设等于123456 这个肯定不是123456 好了 那他说我这样写 不就相当于在以后的代码中 比如说我定义了一个 比如定一个int 当然这个后面再说 然后等于什么 我们second of year 他说这样不就更好了吗 你这样一旦复完值过后 你A是不是就直接把这个数值复给了 复进去 那么不进行所谓的什么乘法运算 这样CPU效率很高 对不对 他想法没有错 但有些东西说 如果那我如果不这么写 不这么写 我用一种什么方式写呢 我用下面这种方式 就是说我直接 我直接把这个表达式给写进去 表达式写进去 这是一种写法 他说这样写法不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写法过后 这一展开就变成什么 因为红梯换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地方完全展开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他说不行 这样的话整个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 他要先做乘法 然后再复制 这个非常的慢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这样有没有必要 那么我们说这种想法是好的 但是有点起人忧天 首先来说我们说红体中 红体中我们实际上是个常量 这个叫制服常量 这个叫表达式常量 这两个种常量 是不是在我们运行时 就是CPU在执行你的程序的时候 才去执行呢 我们说记住常量的意思就是 一旦编译过后 它的结果就已经固定了 那自然而然 我们的表达式实际上 在真正的我们的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这还是一个表达式不 记住不是了 那么这样的惩罚最终就会被什么 编译器在编译这句话的时候 就把这句话先怎么的 让我们在这个编译的过程中 就把它计算好了 也说运行时候 CPU还会看着乘法吗 看不到 所以说这两种写法虽然都对 但是上一种写法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太辛苦了 对不对 既然能让计算机处理的 为什么不让计算机处理呢 对不对 我们人还去算的很容易算错 对不对 还不让计算机专门去处理一下它 所以说这次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换句话来说 你可以这样来思考 如果这不好理解你这样想 我写了一个什么10加20 假如说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大家知道A肯定等于30 那问题是 是不是我运行的时候 还是先执行了10 然后执行20 然后加完之后再复给A的 记住不是 因为这是个长量表达式 但是在诗元编译的过程中 就已经怎么把相应的结果计算出来了 好 所以说我们说对于这样的红中 我们给大家建议是这个写法一定要什么 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就是365乘24乘3600秒 好 当然这个没有完 这只是我们的这个红体的一个什么 一种表现形式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讲过所谓的红定义 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什么 括号的问题 就你看到红 你几乎百分之百想到我们最后的红体 肯定都要用括号进去保护 不管是红函数也好 还是普通的红散开也好 它最终都是需要一个什么 大括号的一个什么 小括号 圆括号的一个什么 一个保护措施 那么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他考察第二点就是这个 你有没有加括号 如果没有加括号 很显然我们说在某些场合上 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 不同的结果 当然现在乘法可能还好说 如果这个表达式是个加法 那很有可能我们在展开的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什么 优先级的问题 所以这个考察第二点 就是说你的红体有没有保护的意思 括号的意思 防止二立性的意思 这是第二点 那有些人说这不就完了吗 按照我们的讲法应该是完了 对不对 但如果这是一个嵌入式开发人员来说 那我们说这个地方没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值啊 我们说相对而言 虽然我没有没有算过 没有细算 但是我们大概能算出来 这个还是比较大 对不对 比较大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如果光这么写 我们说过 它其实只代表什么 一个INT的整形长量而已 而我们恰好原来也提到过 表达式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是不是INT的整形长量 对不对 的长量 那么INT又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是INT到底在嵌入式中 它到底代表多大 这个呢 由于我们以后接触到嵌入式的CPU 会可能会非常的多 在以后的程序中 那么现在你可能设计不到 但以后种可能会很多 有可能有32位的 有可能16位的 甚至还有8位的 或者说更低端的 或者更高端的都有可能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表达式 能不能用一个INT的盒子存起来呢 对不对 就跟我们说 我们的欠儿 它最多是不是代表256个字节 就没了 对不对 也说最多是255这个数 那如果我想保存256 能保存不 就保存不了 就一出了 因为它少 对不对 但是没那么多 那么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什么 这种长量 尤其是INT的话 我们需要考虑它的什么 一个越界的问题 所以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数值 一定要用一个什么 合理的盒子去保存的话 怎么办 我们需要加上一个L的限制符 这个L呢 原来提到过 它就是Long的意思 Long的意思 这个Long呢 一般情况下 在不管什么样的体系结构 Long类型肯定是至少是四个字节 至少是四个字节 所以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数值再大 估计大不过什么 四个字节 这几个数值 我们牵引大家在平时中 你可以慢慢去体会一些 比如说 那个我们说八个比特 它代表的数字是多少 是0到255 这个要尽量的把它记住 也就是说只能表示256个状态 256个数 对不对 那最多最多只能表示255 然后8比特最好记住 因为8比特用的特别多 特别多 然后16比特呢 相对要少一点 但是呢 它是一个分界符 就是说我们记到16比特 就没有必要再记了 它的范围是多少 0 我们就只说正数 0到什么65535 那么这样一个字 所以对于这个字 我们建议大家也把记住 为什么这个字比较特殊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看 这个结果如果比65535还大 那说明16个比特是存不进去的 对不对 16个比特存不进去 而英特是不是有可能是16比特 也可能332比特 对不对 32比特不用记记了 32比特所代表的数字特别庞大 就是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什么 大数据的存储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长量 至少是什么 4个比特 那所以说我一定要加上L 而且这个数呢 还有一个新问题 我们代表的是一个秒数 很显然它有没有符号 它作为一个数学意义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能有复数的 因为没有复秒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语意 一定要表示的非常清楚 叫什么 加上Ul 那这样的写法过后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才是真正的 我们关于预处理中所需要什么 描述的一个完整的信息 所以这是我们关于红定义 要注意 第一个红体的括号保护 第二个如果是长量表达式 那么一定要考虑它的什么范围 长量也有范围 长量默认都是硬特 但是如果说你是嵌入是可移植开发板的话 可移植的 那你这个程序有可能在32上运行 对不对 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比如说16位的 或者是8位的机器上运行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考虑什么 我们的程序能不能以后 尽量在不修改代码的情况下 就可以怎么到哪都可以编译 这样不就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说当然你不加这个 有可能没有错 有可能没有错 但是一旦移植中 就是到别的平台上再运行 可能出错了 这个在嵌入是中经常会遇到 比如工作中我们经常会说 我原来不有个很好的功能吗 对不对 现在我把它移到我的板子上去玩一玩 试一试 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代码 在PC上我好像编的很不错 很顺利就编完了 但我在板子上运行 为什么就是出错 或者说在编译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 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程序在设计中 它的可疑之性有关系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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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